三倍九品不离发菩提心 何为真正发菩提心 往生彼国 发了菩提心后才有三倍九品 什么叫发菩提心 就是念念产明如是大觉心体 叫发菩提心 所以要劝发菩提心 就是告诉你 一些法中就是让你念念之间 就在大觉心体根本自信上 念念产明念念发觉 这是真发菩提心 所以有人问 就是只是产明如是心吗 其他的世间道理不用知道了吗 你根本也不能知道好不好 你要真的想要知道世间道理 你就要发明如是决心 那何其自信本自居住的 谁让你还甘心 躲在先前的妄想业力上面 你还以为你能够得到什么 你能懂得什么 你自然就能洗成 起成惭愧 就在这个上面就看到你心性不断的增上 那就是三倍九品 哪怕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那一句相光庄严都叫发菩提心 因为只要能相光庄严 它就有如是导引 心诚自可 转繁心 那都是向圣之心 起悦心若是心诚实 你念大山大山都活在你心中 你就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你 你是如同大山那种气概 山水是无情之物 上前能转你 何况是拿摩阿弥陀佛的六字鸿鸣 讲的这些是让你起信心的 你就不会再起怀疑 因为你不起怀疑 你就会老老实实 赤诚恳切 念那句鸿鸣 但念那句鸿鸣时 你就会念念知道 你心中有一个力量 长印如是佛名号海中 就是你相信那句佛号 我弟子赤诚实 他就会倒映我心海中 让我念念之间 体会阿弥陀佛真正的无量圣意 你发这个心是发行者的发心 是跟决心相关的 那个决心相关 才是将来的西方的毕竟 你看到都是决心之中的成就 七宝杭数 就是你明白决心时 那个七室的壮烈 它叫大植树 没有任何扭曲 八宫得水 那都是你现前的应用 那种润则 你心性中有如是德 你将来看的世界就如是 你心性中有种种烦恼 互相亲逼 你看到的世界就是琢磅 就是荆棘 就是如此 所以 为何真正发佛的音 你在这个上面 你发了一点心 哪怕是三倍 哪怕是九品 你明白那个决心 你将来去的是什么地方 就是你那个心境 你现在的三倍九品 在哪里说的 纵然是下品下身 也是约决心中体会时 心中还不圆满的下品下身 所以下品下身 也是约决心中才说的下品下身 你不约决心 不约无量世无量光 连下品下身都不可以立 名字都不能立 所以你是下品下身 你体会的还是什么 你决心中的亲近 决心中的境界 虽然还没有理清楚 还不圆满 但你将来深的国度 就是那个气氛 那都已经叫佛国 因为你永远不会离开 大决心体 你过去在上面参 你也不会离开大决心体 看到你将来投往的世界的领域 领域就是国土 就是国度